废柴大叔讲故事 精彩继续 第279集 林凡用手敲着顶 看了又看 最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这东西还算不错 用一次应该没问题 店员看着林凡 眼神中满是惊讶 神色有些怪异 哎呀 先生 您先别乱碰了 这可是我们老板的宝贝 当初做这个顶可不容易 别给老板碰坏了 店员见林凡到处乱摸 眼神有些急切 林凡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将手收了回来 我可是认真想要买的 你们老板在店里吗 店员摇了摇头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老板没在店里 如果您不买琴的话 可以先回去 等老板回来的时候 我会和老板说的 您下次再来吧 店员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感人呢 林凡的脸上依然带着笑 他并没有生气 店员的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事情 来古琴店里买顶 恐怕是个正常人都懒得大力啊 林凡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古琴 脸上带着笑容 琴呢 我当然也要买了 我先看一下 你别急嘛 哎 对了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会来店里 店员见林凡对顶念念不忘 也是一阵无语啊 我也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会来 老板来的时间很不确定 有的时候一天来两次 有的时候一个星期都不一定能够见到 林凡在下面转了一圈 看到一把黑色的古琴 便用手指了指 哎 那把琴能拿下来给我看一眼吗 店员看着林凡 先生 您真的要试琴吗 那是当然呀 要不然我在这里干什么 可是 这把琴十万块钱呢 如果您不是专业的话 还是不建议您买这么贵的 哎 那边的琴都是入门的 您需要的话可以选那边的琴 不用 这把就可以了 店员见林凡这么执着 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把琴取了下来 放在了桌子上 先生 您小心一些 这把琴很贵的 如果出了什么状况 那是需要赔偿的 林凡点了点头 便将右手轻轻地触在了琴上 琴弦波动 发出了一声脆响 点员眼前一亮 看着林凡 可是 接下来就看到 林凡停了下来 不再拨弄琴弦了 哎呀 当初学过一曲 忘了怎么弹了 算了吧 还是不买了 等你们老板吧 林凡将手收了回来 颇为不好意思地看着店员 什么好意思啊 我以为我会弹呢 可是好像忘了 店员有些无语地看着他 那先生 您还要买琴吗 不买了 我还是在这里 等你们老板吧 我买顶 林凡一直坐到晚上 店里一共进来了八个人 不过一把琴都没有卖出去 店员看了一眼外面 来到林凡面前 先生 我们店里马上就要打烊了 看来老板今天应该不会来了 不如明天您再过来吧 林凡神色之中 有着一丝失望 站起了身了 那麻烦了 我这就走 他一边说着 就朝着门外走去 没走多远 又转过头来 哎 你们老板的电话是多少 先生 这个不方便告诉您 您如果想要等的话 那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店员对着他微微一笑 林凡一阵无奈 就在转头的时候 见到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身穿一身 白色的练功服 身上还搭着一条围巾 他看到林凡的时候 满脸兴奋 师父 你怎么在这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大爷 叫一个二十来岁的人师父 店员都张大了嘴呀 看着这一切 林凡见到大爷 连忙后退了好几步 脸都快下白了 哎呦 您可别叫我师父了 我就是随便看看 现在没事了 我得走了 大爷见林凡要走 连忙伸出手 把他拉住了 哎 您别急着走啊 我这两天 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呀 这好不容易碰见了 这可是缘分啊 缘分个屁呀 林凡感到一阵头疼 右手一缩 手臂从大爷的手中挣脱开 大爷的眼中 立即带着一丝惊叹 哎呀 师父就是师父 如果是我很难挣脱呀 别叫师父了 大爷 我叫您爷爷还差不多 林凡说着 转头就跑 大爷 我先走了啊 有机会再见 林凡瞬间便跑了过去 等到大爷反应过来的时候 林凡已经跑出去 好几米远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打者为先嘛 老板 您回来了 林凡正跑着 听到了店员的话 身子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转过头 看着大爷 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大爷见林凡停下来 满脸欣喜呀 对呀 我就是老板 师父是想买琴吗 看上哪个了 随便拿 您指点我功夫 没什么能够孝敬您的 这就算是对您的孝敬了 林凡苦笑啊 哎哟 大爷 还真没想到 您就是老板 大爷对着员工说 好了好了 这没你的事了 你先去忙吧 师父就由我来照顾了 店员看着林凡 他直到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 这么一个小年轻 竟然是老板的师父 怎么想 怎么都觉得不可思议 哎哟 师父 您随我到里面坐 您看看 我也不知道您来店里 一会儿我让人去取 我那把珍藏的琴 店里的这些东西 恐怕还入不了您的法眼 大爷将林凡请到了店里面的小房间 房间里布置的很有格调 林凡进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到处都是古香古色的家具 坐到了椅子上 大爷满脸兴奋呢 林凡正色地说道 大爷 我再和您讲一遍 我指点您呢 就是因为缘分 我不会做你的师父的 就算我收您做徒弟 我师父也不会答应的呀 神龙门的门规很是森严呢 林凡就算是收徒 单单大爷这个年龄和资质 就不可能过关的 这个我懂 我叫您师父呢 那纯粹就是尊敬 我老头子练武练了半辈子 就算到老了也没有成就 这说来惭愧呀 大爷坐在了林凡旁边 刚坐下又站了起来 哦 师父 您先坐 我让人去取琴来 林凡苦笑 大爷 您先别急 我对琴没有兴趣 呃 外面那个顶 您能卖给我吗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